他是山东篮篮的头号后卫 是永不延弃的名号特工 一度被评为CBA最具进步球员的高诗炎 频繁在CBA联赛中斩获高分 经过多次的转会再回归 他最终选择留在山东西王篮球俱乐部校里 这名经典的左手将会为山东队创造新的奇迹吗 本期体育观察为您讲述名号特工高诗炎的生涯故事 2022年8月 高诗炎的转会问题被摆上了台面 这件事引起了大多数球迷和媒体的关注 断断续续的转会交易 持续性的出现问题 身着零号球一的高诗炎的转会仪式一度未能谈妥 山东南篮方面官方选择高诗炎 从而放弃郭爱伦 为他的转会确定注入了一记强心剂 但在始终未确定交易并被叫停的情况下 转会又会出现怎样吸一轮的悬疑呢 本该顺畅的交易 如今却变得困难重重 就在双方只差签合同的时刻 山东南篮以前不够为由 向辽宁南篮提出使用分期支付的形式交易 后者自然是不同意这2800万的大生意变得复杂 一门心思要辽宁南篮拿出态度 又陷入了停滞 就这样停滞了一段时间后 高诗炎加盟山东南篮的话题还是得到了确定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交易过程中 半路杀出了一个郭艾伦 合同到期的郭艾伦最终在续约问题上 和辽宁南篮扯了皮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郭艾伦同辽宁南篮之间谈蹦 高诗炎就不能卖给山东南篮 只有辽宁方面续约郭艾伦 高诗炎才能离开辽宁 到达山东 现今的转会问题竟是因为自己的队友 着实是闹了中国求谈的一个小笑话 而山东南篮在高诗炎和郭艾伦两者之间 选择了并不亮眼的边缘国手高诗炎 第一时间确定了将为山东南篮效力的他 是怎样的一位篮球运动员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996年1月22号 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的高诗炎 是一名经过辽宁清训培养出来的标准的本土后卫 从小时候起运动上优异的天赋 令他在篮球项目上拥有着不小的统治力 从辽宁出品后 高诗炎来到了辽宁南篮 并为其效力 2015年 高诗炎入选辽宁沈阳三声飞豹 篮球俱乐部 同年11月7号 辽宁队客场以118大比分战胜江苏俱乐部 仅仅6分钟的替补上场时间 高诗炎完成了其职业生涯的首秀和得分 虽然高诗炎已经正式代表家乡的球队征战CBA 但他直到第四个赛季结束 一直都坐在饮水机旁 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替补球员 由于辽宁南篮有国家级后场组合 郭艾伦和赵继伟的存在 同相同位置的高诗炎 很难有充足的上场时间和发挥机会 一度陷入很尴尬的局面 2016年1月16日 CBA全名星星瑞赛 代表北方队出征的高诗炎 已替补登场 23分钟时间内13投7中 得到14分 5篮板 4助攻的成绩 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高 但在2015-2016赛季 场均上场2分钟的数据记录 也证实了他坐实了饮水机的位置 而后的2016-2017赛季 出场25场的高诗炎罕见的上场时间 也仅仅得到1分钟的增加 时间来到2017年 高诗炎选择加盟吉林东北虎俱乐部 到了这里 他终于有了上场的机会 高诗炎他得到了兑现自己天赋的机会 2017年12月15日 吉林队同深圳队之间的比赛拉开帷幕 高诗炎作为首发登场35分钟内 斩获了21分 5篮板 2助攻的成绩 刷新了个人生涯新高 在这一年度 CBA也官方宣布了高诗炎 成为CBA联赛12月 阅读最佳的新锐球员 一个赛季中 他获得了不小成就 但为何他后期重回辽宁 却最终到达山东球队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2018年8月31日 辽宁队官方宣布了高诗炎的回归 在成为吉林时期球队 勇夺高分的小战神后 本次的回归成为了大家的心知所向 但可惜的是 回归辽宁的高诗炎 并没有为球迷们展现出很高光的表现 2018-2019赛季 代表辽宁队出战的52场比赛 场均上场已然增多至21分钟的高诗炎 只得到了场均5分 12.7篮板 2.3助攻的成绩 不过在高诗炎的价值下 辽宁队夺得了2019-2020赛季的CBA亚军 有着稳扎稳打的场均得分能力的高诗炎 成为了一颗可以塑造的种子 至于他为什么会和山东队产生关联 这还要说到2020年9月13日的租借事件 在这一天 高诗炎被正式租借至山东南篮 而在山东南篮的比赛中 高诗炎迎来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巅峰 并且能在获得高分的情况下 还以一颗大心脏送走敌手 三分的准绝杀也令人胎案叫绝 2020年底 山东队对阵江苏队的比赛中 高诗炎几乎打满全场 个人得到了10分 11篮板 10助攻 6抢断的三双数据 这是自2018年 球员张大瑜以后 时隔1030天 首次有本土球员打出三双的表现 他的天赋在此刻全然展示了出来 本来默默无闻的高诗炎 总算入选了CBA全明星的北区阵容 也斩获了2020-2021赛季 CBA最具进步球员的荣耀 如今才开始刷新自己生涯新高的高诗炎 已然长成了队内的核心人物之一 而现期的转会 一视线已落下帷幕 高诗炎最终选择离开家乡 转会至山东 虽然在国家队频频失忆的高诗炎 一直没有一段完美的国家队生涯 并喜欢他的球迷感到可惜 但在CBA联赛赛场上 已经能斩获近40高分的他 已然成为球队当仁不让的任务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高诗炎 也曾代表联合队 夺得了14届全运会的三人篮球男子的金牌 他还将获得怎样的荣耀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希望他的上升空间还能更大 本期体育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喜欢高诗炎这样一位后期之秀的球员吗 他还有机会进入国家队 为国征战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下方讨论留言 您的点赞是我们更新的动力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了解更多体育资讯 敬请关注体育观察员